王心灵 王心灵这边是杀疯了 今天前排的热搜他占了得有一大半 很多网友都觉得他是今年的皇族 之后必定是芒果力捧的冠军人选之一 也都很看好他的翻红 讲实话芒果对王心灵还真没这个意思 今年他来参加浪姐都是拜托了很多人才成功的 而且他在节目里面存在感也很一般 镜头不多 看得出节目组没有要刻意捧他的意思 甚至有可能用他把热度炒起来 之后直接一轮游淘汰 不过他适应能力蛮强的 很快就懂了内娱的游戏规则 也看懂了自己的工具人身份 为了防止被抛弃 他开始各种行销 热搜这种情况绝对不是芒果那边操作的 是王心灵这边自己运作的结果 他是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 抱着毕红的心态来的 就是要靠这一仗彻底翻身 希望自己先把热度炒起来 引起节目组的重视 后面分他多一点镜头 他现在的路线是类似周杰伦那种回忆杀 也借鉴了刘更宏的模式 炒了个王心灵男孩的人设 但是他的粉丝基础量和周杰伦不能比 忠诚度更不能比 国民度上又比不上刘更宏 这条路他不一定走得通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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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记住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